我們請給蔡淑慧議員請 那個議長 尊稱你議長 是因為你曾經當過我們第一屆的議長 我昨天已經有請秘書長去轉告你 我們不希望今天 我跟洪玉峰議員的總質詢 是由你來當任主席 因為非法定程序選出來的議長 我們不要你當我們總質詢的時間的主席 所以請你下來 請你下來 我不想把這個話再次聽講 所以我請秘書長去轉答 可是你堅持要當我們兩位 今天總質詢的主席我們不接受 我不影響其他議員的權責 不影響其他議員的那個義務 但是今天總質詢100分鐘 請你把時間停起來 今天總質詢100分鐘 是我跟洪玉峰議員的時間 所以我們不希望你在上面當我們的主席 因為我們覺得一個非法定程序選出來的議長 我們不接受 所以請你下來 你另外找主席來擔任我們這次100分鐘的總質詢的主席 謝謝 好現在我們的質詢繼續開始 請計時 這是我們的質詢時間 請我們 主席 時間給我們回來了100分鐘 我們什麼時候質詢這自己的議會 秘書長 我們要質詢的是台南市政府 秘書長 我們今天要面帶笑容的跟各位官員探討我們的市政 所以 拜託主席 你不要破壞我們今天的情緒 請你下來 我們有王家鎮議員在現場 請他上去當主席 讓你輕鬆一下 把我的時間還回來100分鐘 這是四個人而已 這是四個議員而已 三加一 那我們三個人已經同意 只有你不同意 所以我們昨天也特別拜託秘書長去幫我們轉達 不用啊 為什麼還要再解釋 我已經經過 打議會法院的院長 來正式宣布我是主席 議事人員請你把100分鐘還回來 你是非法定程序選出來的議長 你是非法定程序選出來的議長 你不夠格在這上面當我們的主席 請你下來 我們甚至沒有主席我們也可以總質詢 請你下來 請你下來 當時 內清德市長不願意進議會 還是一樣可以開會 還是可以用總質詢啊 用個人頭項牌也OK嘛 請你下來 我用請的已經算很客氣了 請你下來 請內美會議員回避 請內美會議員回避 議事人員請你把我們的100分鐘還回來 不要在那邊一直跳時間 我們在場有四位議員 王嘉珍議員可以去當你的代理的主席 你那天還不是一樣找一位新科的議員當主席 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子 你要自己弄到自己很難堪 一定要這樣嗎 請你下來 不然你就先休息 把時間還回來 聽到沒有 議事人員 現在這個議會 真的像我老家那兩天跟我一樣一樣嗎 我們兩個不是 我們兩個不是寵物 那你們都是自己當寵物 你們今天是不是自己當寵物 的人是你 我們今天很尊重你啦 我們昨天已經 非常的謝謝 那就請繼續質詢 把我們的時間 停起來 你的主席 主席 主席 如果你今天當一個 有擔當的主席 我們質詢的議員 要求時間停起來 你也應該尊重我們啊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你要當一個主席 是不是要這樣子 我 我是主席 現在的執行請繼續 把時間還回來 一百分鐘 把時間還回來一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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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們就在這裡耗一百分鐘 你也很露氣啦 你也可以看台灣主席 最上的記錄 因為 你的三星的過程是 受正義的 所以今天我們拜託 你不要來做主席 你堅持要來 你堅持要來 齁 所以只好 只好走到這個勘戰 也沒辦法 走到這個勘戰也沒辦法 那個請議事人員 把我們的時間調回來 主席 這是我們的要求 如果你一定要堅持當主席 我們質詢議員的這種要求 你要給我們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質詢 我們是議事詢問 你要還給我們時間啊 你連這種都不會嗎 連這個都不會做 你當什麼主席 把時間還給我們 把時間還給我們 就這樣子耗一百分啊 把時間還給我們 也可以破紀錄啊 其實這樣子也對啦 這樣子也是在幫浪青德解套嘛 也是第一次當一個哈巴狗 禁止的哈巴狗 一個中狗 繼續幫他耗一百分鐘嘛 奈美會議員 請你把時間還給我們 我們兩個要做一百分鐘的質詢 如果你今天要當主席的話 請你從現在開始 還給我們一百分鐘的質詢時間 把議會做一個有尊嚴的 主題團體的所在 不要聽什麼人 什麼人的 你如果不會做主席 我也有請你 拜託你 不要坐點那 你連想基本 我們的管理 你就沒辦法向我們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點 我們可以坐得很好坐 懶美會小姐 我也有尊重你 不是沒有尊重 我也有帶點動輸的感情 所以我們十分就 提早給你鼓勾 結果 你堅持今天要來 那你就是要面對我們這一份 挑戰也好 或者是說 你自己要自以為 你可以藉由這樣子 來鞏固你的勢力 繼續的計時 今天是大會時間 是你們兩位的總質詢時間 我剛剛已經正式宣佈 我們你宣佈的時候 還沒有開始 主席 你不是要比套大聲的 你有賣鼓我也賣鼓 沒賣鼓也沒關係 但是你沒有尊重你 自己應該要做經營中一組 是你做主席 不要主席 所以你已經把你表達到非常清楚 你就堅持這樣 你就是堅持這樣 要不然你就在那裡耗一百分鐘 自己要浪視自己討自己的難看 你就在那裡耗一百分鐘 你講嘛 台灣的主席書上 會把你寫上去 就是因為你三星的過程 必須正義 所以才會無法 雖然當時願意 來跟你尊重 跟你拜託 但是你就堅持 因為 你怕我們兩個 會插出什麼火花嗎 不會 我們今天是要心平氣和的 是主通人 探討市政 請計時 一百分鐘 九十二分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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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計時 我們就進行到十一點 十二點十二點二十分 還要給我們八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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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醫生交代我不能收起 但是我看到這個 真的沒有人的 人坐在那裡做出事 我就收起了 你是在保護媽接嗎 我在跟主席講話 我昨天是很尊重你的 你不讓我尊重也沒關係 我想已經創了台灣 主題書上的一個 真好笑的紀錄 真好笑不是真好看 真好笑的紀錄 你如果堅持這樣 好 好 那將來我們還有機會碰面 不是今天在議事場而已 賴小姐 賴小姐 我想民進黨講的話都是 口是心灰 市場當時就有一個什麼 什麼議員沒有 什麼建議員沒有什麼 他剛才 前那個議員說 市場跟他們說 一個議員有一千萬 四個議員有四千萬 原來民進黨講的話 不是只聽聽而已 實在是真好笑 我告訴你 議事人員 你聽我八分鐘 待會把我加八分鐘去 來 為什麼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要求主席 你要迴避 我今天 今天多好摸兩個月 今天多好摸兩個月 兩個月時間 連時 連聲音也沒有 我現在是在跳什麼 現在是在跳火鍋 好 好 OK 我想今天多好摸兩個月 兩個月前 那一天 因為在議會 會衝突 結果 我當兵 我想市長 自己都一直說 他是醫生 我現在是哪一顆的 左眼的骨頭回去 骨頭回去 我在陳大醫院 開桌 全身麻痹 麻醉 開兩點月前 我的骨 眼睛骨 用鐵把它撐起來 如果沒有眼睛會一直落下去 我想 我在北京中的大型 就是說 差一點點我就找不到 我要感謝陳大醫院 陳崇寧醫師的開刀 感謝戴士皇醫師的照顧 所以 也感謝鄉親的體力 讓我兩個月 完全淨空 沒有糟糕 我來情用 今天多好摸兩個月 但是我感覺比較危險 就是民進黨的董事 竟然在我開刀那一天 說 我這是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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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是演戲 我會當上 和民進黨 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台灣的民主 怎麼會走到這樣 這個議會 看起來 那有一點先酒家 有一點也想無聽 有一點也想被八大 那個八大行業 是怎樣 因為 在這裡 就是要靠軍頭 靠博力 靠黑道來為師 這有辦法 大家有那個主政者 他想要的政治利益 他想要的政治目的 我也很感謝 能夠外國來 來自國的鄉親世代 你們的關懷 你們的鼓勵 我想 捍衛每個人 自己心中 雖然是價值不一樣 不過 為了捍衛我自己感覺的價值 我來當上 我感恩 不過 比較不感恩的 比較不感恩的 為什麼台灣的民主政治 台南的民主 會輪到這種程度 尤其是 真好笑 還發動網軍 閉在鍵盤後面 一小時到晚 怕鍵盤 跟我說 我比較不思思的好 年輕的 年輕的 你閉在鍵盤後面 你就覺得你不認識 國人作業 國人單 今天 你要知道 那關懷是第四的 不是第老的 老的不一定比你年輕的 才十四 所以 我也要找這個機會 把這些米在鍵盤後面 這些年輕的朋友 你一定要 心存散念 你跟我說 叫我比較快去思思的 叫我比較不去思思的 但是 我跟你說 雖然 你這個政治動作 你在這裡表現 甚至我們這裡的動輸 因為你這個政治永遠 表現得很好 你的組織會很欣賞你 會在你的功勞步上 記上很大一筆 無論你今天 十分中 中華的機會 無論你今天你是本座 道路情緒 無論你今天 是本座 工程 工程 的建設 我都跟你恭喜 因為 這就是你理財的機會 就是因為你有付出心力 所以 你才有這種理財的機會 你車還可以開得更好 你老大廚還可以開得更多 還可以騎得更好 在這裡 我給你恭喜 不過 我感受到 就是說 為甚麼 我們的全培 大家打拚的結果 來到這樣 是這樣 台南的民主 進論到這種的 進論到這種的 你們心肝不痛嗎 不怪連總統 他說 要請甚麼人做主政 請甚麼人做主政 大家都跟他說 我年會多了 我沒有了 其實這樣 就是因為 民進黨的執政 讓所有人 都很失望 因為 他們一直覺得說 他們是 拚敗到有存 所以 像那個立委 他就說 我們就批了太多了 不然你後來不要回答我 你們的吳秉瑞 立委 所以 鄉親啊鄉親 我想今天 是我和創消費議員 南區創消費議員 中西區紅葉鳳 我們在其中報告 也是我們的其中口 就這個機會 想要求市政 來和團隊討討討 想要求鄉親 你給我歡迎 你關心的問題 來在這裡請教官員 但是很可惜 今天 是一個 沒有合法 三星的議長 沒有合法 三星的主席 他堅持要坐點牌 他沒有顧他的尊嚴 他沒有顧民主的尊嚴 我想這就是 台南民主的倫敦 那個民政局長 我可以請教一下 你對於那種虛偽的人 你會用怎麼樣的行農詞 來行農他 大概也不會用 我大概也不會用行農詞 大概就 沒有什麼 必要互動吧 什麼 不是 你要形容一個人虛偽 你不一定要跟他互動啊 我在所學稱 你告訴我 如果一個人很虛偽 你也用什麼形容詞 什麼成語 不說也是一種形容 不說也是一種形容 不說話也是一種形容 好你請坐 那個教育局長 來 局長 議員好 你統領我們台南市的教育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何謂虛偽的人 他的成語是什麼 成語 你用哪一個成語 來形容一個虛偽的人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跟議員報告 其實因為 我覺得我自己 對大家都是很坦誠的 所以我很少用虛偽 來形容什麼人 不是啊 你就覺得這個人表裡不一 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你會用什麼樣的一個成語 來形容他嗎 我們有時候比較常講的 如果一般來說 就是講說 這樣而已 比較不會特別用 去想什麼成語 好你請坐 那個王嘉珍遠幫我記錄一下 那個觀光局局長 你覺得呢 應該用什麼形容詞 成語來形容一個 表裡不一虛偽的人 陳議員報告 我想虛偽的人 他自己虛偽 我們還是不要造這種口業 比較好 什麼 虛偽的人 他自己虛偽就好 我們還是不用去形容 不是啊 因為我們要讀書嘛 我們要讀書啊 學生也要讀書啊 他們要被成語啊 你要跟他解釋 為什麼這句話叫做 就是形容一個虛偽的人啊 我不太會去 這樣子說任何人 你不太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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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這樣去說別人 然後我們請一個醫生好了 來 我們那個林盛哲局長 你算柯林在座 你採算頭上最好的 形容一個虛偽的人 我們會用什麼樣的形容詞 陳議員剛剛講的啊 就是表裡不一 表裡不一 好很好 那個洪德雅洪局長 昨天我們請教了你很久 你的預算 你覺得咧 我覺得虛偽就是虛偽 虛偽就是虛偽 很好 那個政風處處長 我還不認識你耶 來 你覺得虛偽的人 要用什麼成語來形容他 如同議員講的 什麼 虛偽就是虛偽 虛偽就是虛偽 虛偽的啊 形容一個人很虛偽的成語怎麼想 怎麼形容他 你用麥克風吧 就是貼切的用虛偽吧 貼切都用虛偽齁 你全部都認為是虛偽 我們會換這一邊好了 都發局局長 你覺得咧 就像議員講的 表裡不一 表裡不一 你現在是在怕什麼 你怕我形容什麼人 不會 好來請坐 都發局局長 虛偽兩個字就很直接 虛偽兩個字就很直接 來 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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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笑笑的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有虛偽耶 你怎麼有表裡一致 口是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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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真好 口是心非 那個消防局旁邊那位是誰 民主事務委員會 來 主委 虛偽在我們 我自己主旅會喜歡用我們的母語 會比較貼切 母語我 我 不好意思 你告訴我 我們一般的成語會怎麼說 就是虛偽就是虛偽 虛偽就是虛偽 虛偽就是虛偽 好 那個陳修平局長 道貌暗然可不可以形容一個人向虛偽 可以嗎 就成如剛才議員講的嘛 就是 道貌暗然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 表裡不一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他 其實是一個 應該是算 同樣表達一個 含義這樣子 好 你請坐 但是要看他用在什麼樣的情形 好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所有官員 你們提出來的成語說明 那個議事主人員把餅乾送給我們所有官員來享用一下 我們今天輕鬆一下像同樂會 來 我的那個海報出來一下 為什麼 余翁姐 為什麼我們兩個不得寵 因為我們不會講政治術語 為什麼我們兩個不得寵 不要說好聽話 不要 市長這孫 讓我們這孫 然後送去到門口 再給他送上車 再給他揮揮揮手 這個我們都不會做 所以我們不得寵是應該的 那昨天 市長跟副議長 他們兩個 按通團取 因為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我們是要叫副議長進來 就是要跟他說 他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如果市長對他是疼愛的 對他的感情不錯 以他的超人氣在議會 不用強渡官山就可以當議長 所以 市長講的話 跟他做的不太一樣 我覺得 有一點虛偽 道貌暗然 就像我們所有官員說的 就是虛偽兩者 是表裡不一 心口不一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歷年來 這幾年 我們賴清德 他所說的一些政治術語 吳乃人 洪其昌 如有不乏 我願退出政壇 講講也沒準算 謝龍介議員 焦衣 市政 他說要是你自己是就好了 來 聚進議會 他來跟你講一個說 他是決心捍衛台南的尊嚴 捍衛台南的尊嚴 為了這句捍衛台南的尊嚴 把57席議員的尊嚴 在地上採 還有一個幫著幫襯的議長 這樣就是捍衛台南的尊嚴 遭監察院彈劾 他又說了 泰然處之 然後又把那個監察院修了一頓 八仙樂園不去管 教育部強行推動違法的課綱也不去管 然後管到地方的事物 這就是都是你的錯 不是我的錯 所以才能夠有這麼高的民調 誤導民眾的視聽 覺得都是別人的錯 不是我的錯 面對去年的登革樂 他講面對疫情 身為市長 我願負最大的責任 死了一百多個人 負什麼責任 公地空中杯 公地空中杯 負最大的責任 負什麼責任 只有責任兩個字的字 沒有責任的行為 好 我們的煤機颱風 最近剛發生 他說 為什麼會換半天假 那是因為中央氣象局 給我的資訊不對 還有就是 我為了我們這個城市的發展 生產力 競爭力等考量 所以才讓你們去上班上課 然後看著阿嬤去接孫子跌倒 看著一排的車 那個機車跌倒 然後又去請假意 去那邊拍個學生 你還不趕快回家 還不趕快回家 一個半天能夠為了城市的競爭力 能夠為了城市的發展 有這麼嚴重嗎 這也是別人的錯 中央氣象局氣象報的不好 還有我也是忍痛 要你們來上半天 半天的課跟上半天的班 因為我是為了我們台南市 城市的發展競爭力 還是別人的錯 南展地點 一開始講 我會為我的政策負責 所以一定堅決要簽到人德去辦 在台灣是說 我會為我的政策負責 堅持到人德去辦南展 一飛出國 他會比較清楚還是去講到我不知道 馬上 專門的官來後備來舉辦 然後又說 這個南展已經被政治化了 高度政治化了 指責 關心地方的議員 關心地方的民代 是因為他們想選立委 他們想選市長 所以把這個南展政治化了 主席 你想為後面去選出來的議員 你為了你這個議長的保衛 你寧可犧牲你後備所有的發展 你後備的城市發展 就被你犧牲掉 只為了你保有這個保衛 你這個議長的保衛 所以你不惜犧牲你的選民 這就是你能夠得寵嘛 圍貫大樓 法院判決 賴清德市長 我可以請教你一下 你覺得林明輝等人 應該要判幾年 才會符合大眾 社會大眾的那個期待 賴清德市長 請你不要再看手機了 我跟洪玉鳳這順部 那人輕鬆就可以讓你看手機吧 因為我在看資料 不是在看手機 圍貫大樓 林明輝等人 判五年你覺得太輕 我也覺得太輕 判個五十年都不夠 一百一十五條人命 你覺得應該判幾年才夠 我認為判決機關 台南地方法院應該公開說明 你覺得嘛 我們現在又以社會大眾 你就會握摩社會大眾的心態嗎 你覺得社會大眾期待幾年 你個人覺得期待幾年嗎 因為住戶已經反彈 不是 我們先不論這個 我現在就問你嘛 你說已經 你跟社會的期待落差太大嗎 就你 你覺得應該判幾年 你才覺得 你會很爽 很高興 我那一天接受專訪 你如果有仔細看 你就會知道 你的新聞我通常沒什麼興趣 題目 是主持人講的 你的新聞我通常沒什麼興趣 因為講的是虛情假意的話 市長你很明確的跟我講一下 我才會要求台南地方法院 如果你是一個一般的民眾 不要說你是市長 你覺得圍貫大樓 這樣的建商 這樣的奸商 應該判幾年 才會符合你的心理期待 你的心理才會爽快 覺得這樣子是對的 你覺得應該判幾年 我並不是從這個角度思考事情 好 你不是從這個角度思考事情 你承認我們 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將近12年 從1999 2月1號到2010 12月25號 就你選上市長 那個時候 將近12年的立法委員 你從來沒有針對這個 可能那個業務 過失致死 來修法 就算你沒有修也沒關係啦 至少你曾經當過立委 你應該懂法 然後你這樣子的炮轟地院 判的刑太輕 我個人也覺得 我個人也覺得判得太輕 我們議會 昨天有一位議員說 我們昨天有一個議員說 他當過中央委員 他當過政務官 他現在當議員 所以預算的審查 我們當議員的不懂 我做議員 23年 我靠我的本書 算耶 我沒有靠任何關係去做政務官 我沒有靠任何關係去做政務官 後來預算的審查 被我們洪局長一講 他自打嘴巴 自打嘴巴 這就是不批判嘛 不批判嘛 對不對 今天 你對貴新娘還不錯 你給他做副議長 我常常跟貴新娘說 他連議員都沒什麼想要我做 我是感謝我們南區的選民 算還很聰明 還很聰明 知道我們這個腳踏實在 講的都是實在位 真正正義的議員 所以在我最危機的事實在 是你拿出三手的事實在 他們叫我 然後 市長你請坐 市長你請坐 你們這些南區的選舉 我都沒有介入 你每次都會這樣講 你都沒有介入 這個是事實 你沒有介入 然後你把你的政治獻金 請這個工會拿去 分給 你的小虎隊 讓他們有政治獻金 現在那個官司 讓這些建商 這些工會的廠商 怕換他怕不掉 你一概批親 我沒有在介入政治 你請坐 這就是我跟我說的 表裡不一 心口不一 虛偽的人 市長你請坐 這種謀黑到底對台南有什麼幫助 這個我不接受 你這種說話 我希望你從今開始 心口合一 你指責別人 說人家會選的時候 難道你沒有做過這種事嗎 你少來了 不要這樣子 不要心口不一 不要心口不一 當你指責人家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坐在台上的這位 拿著多少錢 去拜託議員支持 然後做這次 盛世獻金 拜託 不要心口不一 你在南區 有沒有買過票 不要心口不一 如果你有買過票 在議堂上這樣講 就是心口不一 人家問你東 你不要西 來 你覺得0206 地方法院判決太輕 依法就是最高五年 那我們也沒法 那我請不請教一下 0206到今天 11月30號 我們台南市政府 你針對0206這樣的一個圍樓 未來我們台南市的任何一個圍樓 你們做了體檢沒有 你們做了幾棟體檢 還有土壤異化 你們做了多少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你這種亡羊補牢的事情 總是要做吧 秘書長 秘書長 0206之後到現在 我們台南市政府相關單位 針對圍樓 你們檢測幾間幾棟 我們目前也有 申請這個營建署的經費 所以營建署經費沒有下來 我們不做 我們台南市政府不做 是不是 現在有230戶 來做申請 做了沒 目前正在相關的程序 做了沒 還沒做 0206到今天 11月30號 我們市政總質詢 我們台南市政府 完全沒有作為 沒有去針對台南市 可能未來會發生的圍樓 去防範未來 防範圍貫大樓 產生的那個危險 你們都沒有去做 土壤異化沒有做 一個理由 中央的預算還沒下來 一個理由 撐緊的相關文件送上去 中央預算還沒下來 你們是台南市的民眾 百姓的生命財產於何地 只想到自己作秀 0206的捐款 要去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只想到要去 送禮 要去圍潰 要去 拜拜 要去全國巡迴演出 這個都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跟議員報告 你說200幾間申請 這樣就是還沒做半件 那就是等於是說 為關這個事件發生到目前為止 有關這些提檢的 我們還沒有做過半件 我們還沒有做過半件 我想我們沒有講錯 那市長說 他都以非常負責任的態度來負責 我想他的負責任 就是不負責任 叫做他的負責任 因為你剛剛還有特別提到欄展 我想 真好情 我首頂的這個是 八月二三 一百零五年 八月二三 農委會 農委會 農委會給台南市政府的公文 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市政府跟農委會要求的補助款 那個農展的地點 欄展的地點 就是在仁德 市政府還有特別提出 因為那個場地需要租金六百萬 我都沒有跟你說 不對喔 我手上這個是農委會的公文 給台南市政府的公文 六百萬的租金 你那時候送給農委會的時候 你就已經決定要到仁德去了 結果你這兩人第一次聽人跟你問 你說那是尊重農業局的專業 你這個事情又要提供農業局 你所有的事情就是沒有負責任的態度 好啊 市政中心 新的市政中心 我們有能力可以去 我們要去哪裏 你說 那是研考會工作 那是研考會工作 也不是你的事情 所以我也沒有清楚說 這項你也不用負責任 剛才說到有哪裏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負責任 有哪裏 現在不可以比台本的黨署長 我想說 這就是你們政局的勢力的運用 我們就給你討論啊 你頭部真的很好 是心肝比較沒那麼好 心肝比較沒那麼好 來 那個 消費局長 你可以唸一下這個 FB裡面上面寫的 唸一下好不好 應該你認識字 議員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 都可以自己看得懂 可以自己看得懂 啊你覺得這個在說誰 我不清楚欸 你不清楚喔 我很少上FB 這個媒體打菜是不是打我 這個媒體打菜會不會是我 我剛好姓蔡 這我不清楚欸 來不清楚啊請坐 謝謝 東諺 你覺得這個應該是在說誰 因為我也不知道那個臉書的名字是誰 所以這個蔡所指的都可能很多 你可能是蔡玉輝嗎 因為蔡玉輝 蔡玉輝也是這個太陽市的公眾人物 蔡玉輝也是太陽市的公眾人物啊 我好怕喔 蔡玉輝也是太陽市的公眾人物 賴清德那個省座很大 我們很小我們很怕 可是這句話我講過欸 把地震的災區當做他的政治舞台在演出 這句話我講過欸 這是一個民進黨的好朋友傳給我的 他說我講過這句話 然後他說媒體打菜他散裝訪 他是指誰啊 他果然在想著2020他是誰 是你嗎 東諺是你嗎 因為我臉書 不是啊是不是你嘛 我們就這個 那你也把這個姓名都隱蓋住了 我說這個臉書 就是不是我瞎掰的嘛 所以其實很難去看 這個臉書看出來 你覺得他是你嗎 你上過裝訪沒有 沒有 對這個臉書的陳述的內容 我們這樣子是很難去看出來的 很難去探討 好 那個陣風處處長 你覺得咧 這個你覺得你撒那間你會覺得他講誰 他果然想著2020 媒體打菜他散裝訪 你是在想 地震災災 成為他的作秀舞台 難道是那個郭郭文嗎 他因爲地震也出現很多次 所以現在升官了 還是在講我們王委員 跟着我们市长除夕夜没回家 在灾区吃泡面 吃面不是吃泡面吃面 你觉得是谁 他是谁 应该是脸书的当事人的想法 脸书当事人的想法 是吗 我是不好意思把留言 用出来给你们看 你请坐 为什么我敢说 心口不一表里不一 道貌暗然是虚伪 今天五位立委 全雷打当选 台南市民进党五位立委 全雷打当选 你说想选市长放在心上就好 放在心上就好 今天想着2020 放在心上就好 或许你不选啊市长 我们现在不说那个是你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承诺 台南市的市民 对你那么的厚爱 你在这一任的市长能够做满做好 不做其他的想法 还是你把这个想法放在心上 也不说出来 让人家去揣测 你可不可以有承诺 你能够做好做满 绝对做好做满 不会遗弃我们台南市的市民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你想去新北市 你想去台北市选 甚至想着2020的大选 我们给予祝福 但是 你要明白表达 让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不要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样 明明要跟要死又不敢说出来 那是很辛苦的 市长你能够承诺你能够做好做满吗 这一任的任期 在议员 可以吗 你跟我讲你能不能答应我们做好做满 要不要 在议员我会好好 要不要做好做满 而且不兼任何的党職 职务哦 你不要想说你要去选个党主席 然后来操控2020的选举 这样是要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市长 你跟我承诺一下 你能够做好做满 可不可以 你要不要做好做满 你跟我讲要不要就会不会就好 你要不要做好做满 到我们这期的任期结束 蔡远 你好歹也是资深的议员 哪一个网络上随便一个人的留言 我在想 我没有指着你哦 我没有从头到 我问了我们的官员 这是谁嘛 这是谁嘛 第二个呢 去年你要求我下台 今天要求我承诺做好做满 问题是你不下台啊 你说的都没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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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都没退出 你说的都没退出 你就是不敢承诺 你会做好做满啊 因为你有其他的想法 你这个就矛盾了 不对你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你有其他的想法 你有其他的想法 不然为什么你不敢说 你会做好做满 这么简单的 这么简单的逻辑 这么简单的逻辑 你这样有没有表理不一 你先跟乡君讲一下 你为什么能够 不敢在这里 讲说你会做好做满 这么简单的逻辑 你不敢承诺 你不敢承诺 你要我下台 我不会回答你啊 你问我要做到什么 你不敢做这个我也不会回答你 你要不要做好做满 这是你的职责 你要不要做好做满 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答案 你要不要做好做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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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的任期你要不要做满 我跟你讲 我是要做满 但是我不要做好 因为台南市已经没有事情可以给我做了 请我们议员回答我们的咨询台咨询 没有我们就 没有这个规定呢 我们是共用时间的 我还在这里呢 难道你怎么样 要把我们的时间切掉吗 请回到我们的执行台咨询 我在咨询啊 要在做秀了啦 你现在有到处做秀秀长 是不是议会大厅 你不会当主席你就给我滚下来 你不会当主席你就给我滚下来 你连主席都不会当你还要拼什么 当然是我在咨询啊 我在咨询他在询问啊 不行吗 我們是故意有時間耶 蔡議員不要擔心啦 我是要選擔心台南市長啦 台南市議會就是有這種國民黨的打手議員 做事不理性的這個選啦 你給我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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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做什麼做什麼 你給他做什麼 你現在做什麼做什麼 你要自己取悟耶 我們尊重你你還不要耶 給你連你還不要連耶 給你連你不要連耶 我們有尊重你耶 我們不是今天莫名其妙 來跟你做這樣子的要求耶 是你自己給你連你不要連的 我還要跟蔡議員說啊 市長不敢承諾他會做好做滿 不管會不會做好連做滿都不敢承諾啊 我 我在台南就沒有工作幫我做 那整個 新市政大樓研考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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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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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那個 那 那個 他 那 所以你不用替他操心 他有可能會做滿但是他不會做好 我給你保證 而且鄉親這樣說 說你這順的時候可以跟市長說 他已經心不在台南了 麻煩說不然他去選新北也好啦 選台北也好 或是去選民進黨的董主席 我們都跟他祝福 不然就像我們麻豆區的董事跟他說 不然你跳下去和他選議員 他要領你兩千票 我想你也沒有這個格子 不然這個格子不敢這樣做 所以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心肝裡面 是在做什麼 但是你四櫃走頭 畫面 四櫃廟走頭 我想要跟你學了 因為畢竟 0206 0206的是站 人來給我們觀看 不是這張 對 市長走了很多地方 我們也看到 你說要去跟他們感恩 有些人來給我們觀錢 送來這麼多 關心實際上的幫助 我們一定要跟 感謝 因為台南市市民的一份主 我們也感恩說 來自全國 見哪些 美額好 死因也好 度親也好 幫我們幫忙見哪些 不好意思 中彥 我想怎麼不說到基督教 你也不要怪我 也拜託我們 教育的朋友也不要怪我 因為我這個資料是跟社會極透的 我說拜託他給我 30萬以上觀看的總教團體 不過我看一看 全部都沒有教育 所以 如果有勞告的 請教育包含 不是我沒有幫你設施 是因為觀看的名單裡面 超過30萬 我都沒有看到半間的教育 不過 像這個 說這間合作總統廟 哪靠 關2千 萬家龍山市 關3千 台東區的保安京 關1千 武昌家的聖皇廟關1千 那三百 兩百 一百 也很多 啊 鄉親就給我問了 問說 那市長去拜廟 同學就是什麼 我們台南的廟 也關很多 譬如說 我們的開基督教皇宮 他也關1千 農林門新廟廟也關1千 啊 修廟天大也關5百 付教育也關5百 家庭那也三百幾 這 這 抗上福安宮也三百 啊這 三百兩百一百 也太多啦 啊市長才 都去外關七 拜拜 都不來我們這裡拜 是要等身份生來嗎 還是說 親菜派一個代表就好 他問我說 市長在拜拜 是有選得的 是因為金廟起身嗎 還是 那個看關鍵的告報啦齁 啊我想 這兩天哪有看到 你去配偶 去屏東嘛 屏東我有看 請說 北宮也關1千 那個 福安宮 東洋公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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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1千 欸 不過朋友我也覺得 沒看到耶 這樣 是不是要選什麼 你的心目中 是不是都放在2020 我想 對這個 好啦 你的感恩之禮啦 百萬感恩之禮啦 我有跟他講啦 說要百萬以上的市長 有營湯去拜 啊你如果關上這個 抱歉 我們市長空虧很多啦 像你吃飯都想說 要來 要來含這個市民 要來含那個環境 讓他鬧桌營湯去關 再來 我去 我去那參拜 感謝 世界上也是跟那個 縣市的所有人感謝啦 我也說啊 所以我們要由 我們身為台南市民的基準的一份主 我們也一樣 感謝 台南市民基準的一份主 我們也感謝 感謝他們在台南市 最難的時間 來存出這份溫暖的手 當然我跟台南 我們要怎麼募農 那是水災力了啦 要怎麼募農 那錢來到這裡 要怎麼募農水災力 而且 接受監督了 而且 怎麼做監督呢 待會說要開這個 待會要開那個 裡面 台南市議會 關你們關了 不得 台南市議會 這個啊 這五十幾個都輸了 我不是 我們兩個不是 那三個不是 唸的都輸了 我們怎麼管理得到 下一張 也看到市長 除了拜廟之外 也是全省走透透 說這叫做什麼 台南的雷鎖 你說只是表達感謝 媒體 跟你說這是成功的行銷 這是早期好獄人的點心 那一天 看這台新聞的時候 我怎麼嚇一跳 因為那一天小英總統問他在台南 但是我看最近小英總統 他的民調是死亡交叉啦 可能全台灣最高興的人 就是你們團隊啦 你們團隊就是 你把你剩下要選擇的人 不是說你喔 我是說你們團隊 死亡交叉 你們的團隊是最高興的 尤其是看到市長 說這樣子去走透透 走透透 那新百姓 那個主委有夠不傷臉 那一天啊 沒差 藝人做這麼久了 競然當年跟你說 你不用來啊 你去台北選啊 我們這裡有人 我們去打球的時候 也碰到新北的議員啊 民進黨的 我們就問說 那個賴清德說要返鄉 不然還把鄉親帶回去 故鄉隆歸故隸 要回去你那裡選呢 人家給我贏了 當作我們這裡都沒有人 當作我們這裡都沒有人 所以看起來你在新北 是不受歡迎的 在民進黨系統 今天不是你這個候選人實力強 是你的派系實力強 不是你候選人優秀 是你那些模式厲害 那台北呢 台北我看候選人也很多啊 所以 所以 你去送拼 一塊二十 送四千塊 送透透 台南市送不到 寄想聽到 讓我們創佑來幫你送 總演 你有背去嗎 沒有啦 這個 市長去感恩的行程 因為 都這個 從 由他自己去本人去 我們其他的 我知道了 我是問過你有背他去嗎 我不是說你代表他去啊 你怎麼背他去 四千塊 八萬嘛 這是 市長在那裡拿出來 還是特製會 如果是特製會 那台南市民應該也都可以分一塊 當然他自己在那裡拿來 他沒有拿給他 市長到各縣市的這個廟宇 或是宗教團體的捐助 那個都是感恩之旅 那也是代表他人市的市民 好啦 你不要再說到那裡 我跟他問說 他去送拼 你想去嗎 這個也要讓洪議員知道 其實也有教會的團體有捐助 也有去做感謝 人沒有要讓你去哪裡 我知道 教會我沒有說他沒有捐 我是說教育局提供給我的資料裡面沒有 我當議員建 所以人我也有介會失禮啊 那個 欸 教育局長 你請問 市長去送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上面有什麼 碰片 碰片 碰片是什麼在這裡 我是來台南之後我才知道說 這是 就是台南南部地區蠻有名的點心這樣 以前我在 中部或東部服務的時候 你不知道 比較沒有聽過這個 那個文化局長 這跟台南的文化有一點關係 這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搭一下嗎 碰片 碰片 你如果說 我如果早前去吃 他有說送這個碰片是 台南的勒索嘛 那台北的議員 不知道什麼人 那個麥芽才有那麼壞 他說 市長的人 做人比科匹更 更 更更溫暖 你 你可以跟我說 那個議員是什麼 我想要把他推前去台台便園 看他們科 他那個麥芽有頂答 有夠種 嗯 麥芽頂答 夠種才會看到 怎麼走進去 他說碰片 他還有沒有其他的名字啊 香餅 香餅 香餅要怎麼燙 台語要怎麼燙 香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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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形容這個東西 很香 香 要怎麼燙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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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餅 香餅 我去廟宇拜拜 要燒香嘛 燒香拜佛 燒香要怎麼唸 香 香 香嘛 所以說 台語有很多字 是有破音字的 他的發音不一定相同 你當文化局長 你瞭解 這個餅乾 在台南的意義嗎 你不清楚 局長我告訴你 台南人 沒有跟他說碰片 我們叫做香餅 它叫做香餅 台語要燙香餅 不是碰片 這是早期好好的人的點心 因為早期的社會 沒煮比較快 因為這是用黑湯 用白湯做的 所以是好好的人 在吃的東西 也是未來人的補品 就把香餅中 補一口 成散的時候 把那些軟 煎麻油 放在這個餅裡面 是一個很好的補品 很傳統的補品 另外一個台南人 在說碰片 你怎麼知道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啊 啊 你要對我們台南的文化 要多用心啊 你請坐 你如果早上去上班 讓老闆叫去買 老闆叫你 你怎麼站起來 你怎麼形容 我早上去上班 我老闆就請我吃碰片 請坐 市長來議事 聽到鳳之順的時候 我常常看他 都請議員吃碰片 一個臉 閉閉閉閉 如果你說一個人 你那個臉 怎麼像碰片呢 那是好話嗎 不是好話 就是給人家下馬威 給人家臉色看 結果 你市長 到處去送碰片 你想要選舉的人 人也沒得失禮 我們兩個有得失禮 別人也沒得失禮 你去這個送碰片 那個送碰片 這是壞事不是好事 但是你如果說 你去送香餅 哇這是好事 這是好吃的東西 這是好吃的東西 是代表台南的文化 去行銷台南的傳統美食 那是香餅 不是碰餅 碰餅 碰餅 不能用碰餅 碰餅 像剛才 哇 我兩個給你吃碰餅 你也給我兩個吃碰餅 這不是好話 不是好事 你來台南 也已經二十多天了 我希望說 你對台南文化的內涵 你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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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盲青菜出去說 我這是一個很成功的行銷 我在行銷碰餅 當然現在年輕人 你用文創的感覺 去把他詮釋 但是你對傳統的台南人來說 這是一個 不是政客的文化 啊 最主要 你是怎樣 來到二十幾年 還沒辦法了解他的意義 我感覺齁 你是心不在台南 心不在台南 所以創議員說 要問看你有成功 要做好做麻 我的看法和他沒有什麼樣 我是建議說 你既然心不在這裡齁 你就不要再折扁了尾 讓有幸福的人 甚至就是說 你們政黨要裁備的人 他提早靠位也沒關係 最快就 他想要透過那個政府 來得到初選的主樓 拿到那個門票 跟那個選舉的管理 我想他的比例 又用十倍以上的心 你整個團隊 大家都心惶惶 不知道你後來清德時代 你是要做多久 到底你是要做到十二月二五月 就要走啊 還是要繼續下去 等到你有 教育的人 來幫你代理你比較要走 那就是說 可以像你的如意算盤算的 我還可以兼當主席 我還可以繼續做台南市長啊 這樣 是可能你的第一選擇 但是不管你地區的選擇 我覺得你在台南 已經沒有讓你做事情的空間 最主要你是心不在這裡 你每行都不用做啊 我不知道你還可以做什麼 所有的都是白人的選擇 白的局勢的選擇 更多的政策 就是白人的選擇 和你都無關 我覺得 這樣子對我們台南來講 是一種浪費 我想喔 看到現在的賴清德 想到我們以前的馬英九 看到現在的馬英九 可以想像未來的賴清德 那我也呼籲我們 很多民進黨的好朋友 支持你們小英喔 雖然是個空心菜 但是他會講 永遠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如果你們想要施變 想要支持熱心 我告訴你 衝其量也只是 不過是一個碰面而已 外強中干 那個都發局局長 我們是不是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開始台南市有一個 台南市都市更新 爭議處理審議委員會 對 是在一百年的時候成立的 是 是嗎齁 你一直都是委員對不對 是 我請請教一下齁 一個建商 如果有建商背景的人 你覺得適合在裡面擔任委員嗎 其實我們在所有的都委會裡面 都委會之前 也有尊重過 由地方的這一個工會 來推薦代表 那最主要是因為 更新它有些食物上 尤其是建築的食物上 我們希望說 有食物的這個廠商一起進來 那所以不是在其他縣市 其實也有同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覺得 就算百姓人民質疑說 有建商背景的人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也會秉持的公平公正 去審議這個議案 沒有問題 你的想法是這樣子 是 那我也不用有建商 如果審到他個人的案子 需要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當然他在審他的案子的時候 他要利益迴避 但是還沒審之前他是在裡面 甚至還沒開始開會之前 案子也可以私下討論一下吧 沒有 因為他的案子的話 當然還是依照我們 當然利益迴避是在開會的當下 對不對 對 來 那個我可不請教一下 我們有一位在台南市非常有名的 富力的董事長 他從102年到105年 都是我們這個委員會 都是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來那個 都是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102年他就是委員 那一個委員是一個委員 他擔任我們的委員 他可以來標我們台南市 要那個標出去的土地或建案嗎 不用利益迴避 因為我們這一個案 我們這一個委員會 叫做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 即爭議處理審議委員 很難唸 對吧 他不用迴避 一樣可以 我是委員我也可以去標這個案子 OK沒問題 沒有法律的問題 就像我們都市設計 也有建築師公會 也有建築師公會 建築師他一樣可以標案子送進來審 這裡寫得很明白 103年的3月7號 我們市政府已經委託 複利建設 要來做這個 那個合議照顧助長 103年3月7號 沒錯嘛 是不是 那時候跟他簽約 是不是 那時候他就是委員了 因為他102年度 他就是委員 103年度也是 104年也是 今年105年也是委員 那我們在5月23號 我們發佈了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要發佈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都委會 到底要多久的前置作業 他包含了 包含了從都市更新 開始的劃定地區 到宋內政部審議 審議完成以後 還要再回來到都市更新 到底發佈前面的動作要多久 大概平均一個案子 大概要2年到3年 2年到3年 所以我們很厲害 我們在簽約之後 就發佈都市更新計畫 事實上這個都市更新計畫 在你還沒有簽約 還沒有發包之前 就已經在做了嘛 就已經在做了對不對 你有差這兩個月又16天嗎 為什麼你不再發佈之後 再去發包這樣的一個案子 委託 我想那時候應該會很多建商 因為我們的都市更新計畫出來 讓他們覺得有利可圖 甚至不用做融機移轉 他們都可以賺到錢 可能會有很多的競標者啊 怎麼會只有兩個 因為你在發包之前 你並沒有 你還沒有發佈都市更新計畫 對不對 但是我們已經先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了 你已經發 但內容還不知道嘛 對不對 因為你們很保密嘛 都市都委會的委員 都要很保密裡面的內容啊 因為怕有心人去炒土地啊 因為都市更新地區 是不是這樣子 只要地方內政部同意就可以 所以啦 我們就合理的懷疑 3月7號簽約之後 馬上發佈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一連串的市政府幫他們的作業 都非常非常的快 到103年12月18號 就已經完成了第三次的審議 不到一年的時間 把這個案子已經推了 你會跟我講 因為照顧住宅要急著蓋 要蓋快一點 因為我們鐵路都已經需要這個房子 沒錯 好來 下一頁 我們來超級比一比 國賓大樓照顧住宅 國賓大樓他們在102年6月19號 辦自辦公聽會 這個中間到他要擬定事業計畫申請爆核的時候 將近84天 我們這位複立的董事長 我實在很羨慕他們的團隊 我們的市長應該網羅他們的行政團隊 這麼高效率的行政團隊 在公聽會的隔天 馬上能夠 擬出事業計畫申請爆核 來 我們再看 事業計畫申請爆核之後 那個國賓大樓需要經過183天 然後才能夠做公開展覽 我們的複立 41天就可以做了 哇 真的是效率超好的 然後公開展覽完之後 我們市政府經過了15天 幫他們辦了公展期的公聽會 要經過15天 要經過15天 然後我們市政府再辦一個聽證會 247天之後辦聽證會 這是國賓大樓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照顧住宅 我不知道是為了配合複立的高效率 或是要為了照顧住宅能夠快速的興建 我們居然能夠在他們辦公聽會的當天 無縫接軌 馬上市政府辦他們辦聽證會 這樣的一個時程 局長 這樣的一個時程 你們是因個案去感見 你是因個案去感見嗎 我只有兩點跟議員做報告 第一個 所有的都更案最困難的就是整合住戶 所有的台南市的整建維護案 目前為止成功率為什麼那麼低 就是因為住戶的整合整合不起來 所以為什麼平均一到兩點到三點 你覺得這會拖這麼久 是因為國賓大樓的住戶整合不容易 是不是這樣子 那照顧住宅那些抗議的人你們整合好了嗎 照顧住宅是地主只有市府一個 地主只有市府一個 所以沒有整合的問題 所以我跟議員報告 然後你們又光免彈簧的講說 所以我才跟這個報告就是說 所以我才跟這個報告就是說 來增加他的那個獲利 你沒有做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請洪議員 跟你做一個探討 但是就整個時程來看 我們市政府是幫了真的非常快速的 高鐵還不夠 還不夠喔 連高鐵都做不上的 無縫接軌當天就幫他辦了 當然我沒有去查時間啦 就像我們現在在 103點的8月7號是什麼時間 他們辦公聽會 103點8月7號 我們市政府幫他辦了什麼聽證會 我不知道這個是同步實行 或是早上下午之分啦 第二個我跟議員報告啦 好就像現在我們在處理重建的都更一樣 只要住戶整合好 我們幾乎都是當週就幫他們發布了 這就是我們盡可能在協助他 所以所有的都更案都一樣 手裡的都更有幾件啊 目前有兩件 目前有兩件 我們都是只要一整合好 好 目前有兩件 只要住戶整合好 依這種標準去幫他們協助嗎 依這個標準去協助他們 所以我們兩個 你先請坐 法治市主任 法治市 法處處 處長 柏仁 我覺得市府團隊 你應該是可以講真話的人 今天這個標案 是一個那個 就是不是那個價格標 他是委員去領選 領選的那個機制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這樣的一個委員的領選的一個案子 這麼的大 這麼的大 關係的我們台南市的一些鐵路東移 照顧住宅的這種狀況 一個身為委員 而且是公司的負責人 送這個標案進去 難道委員會的審案 不需要退見嗎 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嗎 以你的法律專才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負利建設標這個案的時候 他本人 陳衝突先生 就是委員 都更委員 他就是都更委員 他還把這個案子送去領選跟遠雄 結果我們的委員選了他 這樣子不用利益迴避嗎 一個是歷任的委員已經四年 1020他就是都更委員 他可以用他的公司去標案子 這樣沒有利益 沒有徒利的問題 不需要利益迴避的問題嗎 第一個齁 就是那個招標文件上有沒有限制 這第一個 第二個齁 我們通常講的那個迴避原則 我們通常都是個案的迴避 各案迴避 各案迴避 通常我們 我現在就講了嘛 這是個個案啊 這是個個案 這個標案是個個案嘛 沒有我是說 他本身是委員 他審議的 他審議的個案 跟他所從事 利益迴避 只在審議的部分 對對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調一下齁 我們這幾次的那個 我們這個案子 來上一張 我們這幾次的那個審議 這個審議 拜託你一下 應該有錄影錄音檔 我要查一下 是不是跟你們給我們的書面資料 是一模一樣的 或是你們根本沒有錄音 沒有錄影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只調到書面的審查資料 拜託你把錄音錄音檔送給本會 我們要移送地檢署去調查 甚至我們要查 102年陳沖圖先生擔任委員 跟我們這個案子 當時的簽約 跟他們的臨選 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關係 為什麼時間配合的這麼好 而且完全不用迴避 不用迴避 完全不用迴避 我想你跟我當過同事 我們以前的議長 黃議長 他就是因為他當主席 沒有利益迴避 所以他卡到土利 你知道這個案子 所以他卡到官司 他在上面當主席 這個陳同主先生 102年就是我們的都更會的委員 到今年都是 他還去標案子 而且大大方方用複利建設 然後順利得標 我們質疑的是 那個博人 我們質疑的是 他是在得標之後 簽約之後 我們市政府馬上幫他發佈 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這樣套得太老了 而且 他的公聽會 跟他的聽證會 在同一天 無縫接軌的舉辦完成 我們合理的懷疑 或許依法沒有違法 但是明顯的圖利 請坐 喂 吳局長 我還要請教你 今天我看到新聞 現在行政院也要推都更案 所以他就寄出 蠻多的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 就是說都更宅沒有轉移過 過戶的話 房屋稅可以終身減半 但是有關獎勵的部分 他就覺得說 要加強整合 最高法定容積是1.5倍 所以要以那個大中小不同的基地 給予原容積或者是1倍 或者1.5 或1.3倍的不等獎勵 那沒有爭議的案件 就免聽證會不必審議容積獎勵 那表示說 那個中央覺得 過去把這個容積獎勵 擺在地方的都更委員會 讓他們去審議 他們覺得不放心 是不是 因為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些獎勵的部分 要看各個地方政府自己核准 那我們台南市最早的案子 是哪一個案 都更的 都更的 都更的容積獎勵 對 都更的容積獎勵 最早是提出來申請的是肺炎 但是肺炎還沒有過 那這一個是第二個案子 這一個是第二個案子 對 那表示說前面也無律可循 那你剛剛有講到說 因為有些案子 住戶的整合有比較困難 就好像國賓大樓 但是我看國賓大樓是 102年就提出來申請 他真的速度多慢 你感覺 你感覺 像那個 現在鐵路東的 這個照顧住宅 你覺得這個案子 複利這個案子 實行到目前 你覺得你很滿意嗎 他的進度都符合原來 進度都符合 進度都符合 因為我們知道啊 市政府你的協助過程裡面 讓他的進度加速 容積力有獎勵 有獎勵容積啊 但是他沒有 所以市政府 是不是有道理 這個當然 要讓大家有一個想像空間 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很明顯他可以容穎 我看到我們那個南都戲院啊 南都戲院也申請督更 因為他也沒有成功啊 是 那個合作大樓也申請督更啊 他也沒成功啊 他最主要也是整合的問題 我們中西區的都沒有成功啊 中西區有成功啊 而且 而且齁 複利這棟呢 是平地來起床的 是 國賓呢 他不是鐵路上去的 他整合意見 他整合的那麼困難 他只是 維護整修而已 怎麼會 時程會比 互利的慢那麼多啦 當然就是整合 住戶整合最大的問題 而且局長 我想 讓我們鐵路東移的這些朋友 他們 七口氣吞不下去 就認為說 欸 你們是建價 建價圖利廠商 那你們說沒有啊 當然不會啊 不過 深受道理齁 我是看了一下那個 呃 第一次會議的紀錄裡面 齁 是寫說 這個基地呢 臨近文化中心 巴克里公園 台南都會公園 跟小巨蛋的預定地 基地就在未來南台南車站對面 住商條件良好 那如果是以一般民間的營造商來講 以這樣子的形容詞 擺在那個標案裡面 這一篇要多幾萬 但是我們市政府 真正心當有夠好 我就我人家賣你 我都沒有土利廠商 最主要是因為他有超過三分之二 是不能沒有辦法賺錢的 他還要去做公共設施 喔 我知道了 但是呢 他來標的時候 他知道說他不會賺錢 他還要來做公共 我沒有 其實他不是說不會賺錢 他必須要肩負這個責任 而且時間的成本壓在他身上 我也聽到那個朋友轉述的 說這個老闆說他也很完翁 沒有大家沒有錢來標這張 我如果要用這個時間 要用這個精神 來把這個建定起處案 我已經賺比這個比較多了 像雲飛煌一樣 我就把那輪飛就標了 我速度接近了 不用讓經常讓議員集議 讓鐵路東議的組合 給我集議說 市政府和我是不是有道理 為什麼才會讓集議 就是太多蔡議員說 那個時間點真的很巧合 我們知道 如果說你當初 當初知道你那個都市更新 就是說你當局的聖部價位 會發表會很快 他有這麼好康的 可以多去一半以上的老闆 我相信來比爾朗 不是只有福利跟遠上 當然外界傳言說 他們兩個有參加過 所以一個比較大張的 你外地穿上你做我 做比較大張 我在地穿上 市政府他會協助我在地去那邊 所以可以讓我做比較 做比較 這條算比較細條 在建廠來說 我跟議員報告兩點 就第一個是 整個評選委員 跟都更委員 是不一樣的組成 所以評選委員 不是代表都更委員會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整個東區現在都可以做 都有都更的獎勵 那是事後啦 也不是他來標的時候啊 來標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地有那麼多的建商 好的建商 都更的獎勵 其實都可以 他如果知道說 我隨便就隨便簽約之後 你的姿勢不夠 馬上發表 我就可以透過 都更的心意委員會 給我50%以上 都更條例裡面所有案子都可以 就達到那個樓地板的面積 就是那個頂樓的 都更條例本來就可以有上限5%的規定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提出來討論 因為之前啊 我們社會大眾 都被市政府的新聞稿誤導 你們在去年7月16號 你們有發布新聞 跟那個 我們那些鐵路東儀的朋友打臉 說 我們 人家去這間齁 是針對他的社會 建立的 這是一個高峰險的開發案 他也沒賺錢 而且這不定因素很多 他也沒有提出容積移轉 那我們就特地去看了一下 他有沒有提出容積移轉 你請坐 詹雅 你敢是委員 你有沒有去開會 哪一個 就是那個都更啊 你根本都沒有在聽啊 有啊 我說是哪一個委員會 都更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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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有開過 你有開過 你有沒有發言 我該發言的時候我會發言 你到底有沒有發言 你都忘了啊 因為會議很多 看起來好像 局長 你要檢討一下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那請就有一點難以充數呢 他是委員 他去開幾個會 我相信他也不記得 他有發言啦 不然他就不知道 他才知道他開過幾個會 你忘了嗎 其實 可能是跟你編太多的會 我會記得啦 那個局長 你有在第二次審議會之中 你有好像第二次齁 你有提出來 就說 欸 呃 那個 那個 互利提出 容積移轉 要申請多少 36.98% 不過局長你說 啊你來表的時候 你原價位裡面 還沒有這條啊 啊你現在 要跟他算那個 容積移轉 哪像我在表案裡面齁 是不是會違反合約啦 所以 你就 感覺高度正義啦 除了這個委員 你還懷疑說 他的增額容積 是以 投資計畫書跟 更新事業計畫書來算的 這樣子的算法 也跟原來的 合約規範的計算成本 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 都掉那個錄音帶 或者錄影帶啊 連你做委員 我給他看記錄裡面 沒有啊 不然不可以別人幫你創作的 這位是別人幫你講的嗎 你忘了 這麼久的事情我講的話 我也是一樣 局長哪有很久咧 是啦 那個洪議員 只有在那個 12月18號之前啊 我會對 日理萬機 我會對我有疑問的地方 我會提出來 這沒有錯 但是我怎麼講 我可能沒有辦法記的那麼好 好 那我就是要這樣子 講出來之後 提醒吳局長 他可能跟你一樣啊 他案子也很多啊 所以他也忘記了 你請坐啦 除了我們財政局長的發言之外 那麼 其中有一個應該是成大的教授 賴委員 他指以說 這個 都庚科啊 這整個案子 都是他們在辦的 啊 啊 而且呢 是不是要把他增加農機 是不是要讓他增加多少 啊 又是他們辦的 是不是 求援兼裁判 啊 那個賴委員有講 啊 另外他那個賴委員也說 這個案子 簽約在先 細部計劃 增訂 容積移轉 再後 容積移轉 是不是可以適用 這個 有疑問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 申請 這個委員 是不支持的 另外一位 謝委員也說 容積移轉 就是因為沒有移轉 所以當初 是福利能夠 得標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你既然是因為這個因素 你得標了 你怎麼可以得標之後 你提出來要 36.98% 來做容積移轉 這跟合約完全是不符合的 但是我不知道 跟現況也不合啊 因為 現況也沒有 跟現況沒有 他是提出來申請 在委員會裡面 沒有通過 並不是說 像你們講的說 人家的健康 很有社會 他根本就沒有容積移轉 所以我才會跟議員報告說 要看詳詳詳細的內容 他是有拿出來申請 是委員會沒有給他過 不是他沒有拿出來申請喔 你不要粉飾太平 把那個建商 講得好像 小媳婦一樣 好像好可憐的樣子 其實比較可憐的 反而是那些鐵路東儀 被拆遷的這些市民朋友 並不是這些建商 所以 由這些委員的發言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 有關容積移轉是負利 他沒辦法做 不是他不做啊 他是沒辦法做 後來 這個案子 我們也看到 他得天獨厚啊 他更新時程 就是你們配合他 動作很快 更新時程 給他8%的容積 容積獎勵 然後更新單元呢 他是提出來要要求10% 整體規劃要求18% 建築容積要求30% 總共要求 委員會給他66%的獎勵 農基獎勵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處定 就是可以 像概念 無論你是用 建局法的 農基獎勵 還是用都公的獎勵 加起來 只能給他50%而已 所以 我們一人阿三人 我們就給他世界大 沒有跟他計較 雖然他要求60% 但是法律的容積 只能50% 所以我們也給他 給他的最高的 那我們也知道說 欸 計50%就計一半 本來 有可能 我就可以去10樓而已 我計50% 我可以計5樓了 這樣我的建局身份 我可以 打算啊 而且 有可能我 會理順 怎麼可以理這個比較高 所以 這對當時 不知道他的建商 他不知道你們市政府 跟你們沒有默契的 這些廠商 來說 是一件 無公平的表案 所以我跟議員報告 他在台南在家 真有面目 我們也真的會亂來 但是 我覺得 市政府 你會可以 撐好的窗窗來合作 不過你不要說得那麼好聽 事實說 他也沒有這樣 他也不是說菩薩心腸 來在教 沒有因為都庚本來就有50% 不是因為這個案子才有50% 都庚的法令 也不是只有這個地區才會有50% 因為你剛剛也有特別提到 這個是第一個案子嘛 都庚台南 台南這個是第一個案子 所以也沒有前例可循啊 都庚的法令就是50 為什麼他會知道呢 為何他會知道 都庚的法令就是寫50是上限 局長 全台灣到哪裡都是50就是上限 如果他懂得50%的上限 他為什麼要提出來66 所以為什麼是說審查 這是蔡西亞買東西可以三價嗎 法規就是到這樣 我們現在都推出不二價 百貨商場也是不二價 蔡西亞嘛不二價 為什麼這個他必須提出來跟你討價還價 所以他提出好的設計 我們還是要去質疑 然後還是要去請他做修正 雖然他有他的理想 他也是第一次飆公家的事情 所以他有他的理想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你為什麼不要給他40% 不要給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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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說 我們尊重委員會 最高的門檻 50% 所以我們才會尊重委員會的決議嘛 所以 尊重委員會的決議 所以我們也質疑啊 台南市的第一個都庚案 他本身是委員 他來標這樣子的案子 所以我才會說他是當場都是迴避的 當場迴避 當然 法令裡面可能沒有缺陷 但是你的道德非常瑕疵 所以我不是講你喔 我不是講你喔 我不是講你 我不是講你 我是講你們這件案件的處理 台南市政府有很明顯的道德瑕疵 當然在法律裡面 你有那麼多個顧問可以跟你參考意見 他明明知道 如果在其他縣市 如果在中央在台北 他最高上限就50 他為什麼要提出66 因為你們已經講好了 就是要給他50%的容積獎勵啊 所以 可以去10樓 比15樓 我比較沒有的 但是我們其他的 其他的健康可憐 他就不知道這個訊息 他跟你們沒有了解 而且 委員跟委員 我不可能跟蔡淑惠沒有互動 我跟王嘉珍不可能有互動 我不會等到要開會的時候 我再拍拍屁股走了 在我們聊天的過程裡面 不會去討論這個案子 一定會開槓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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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是不是適合 來 表演這種案子 實質是說 這會讓民眾 有一個想像空間 最主要 最主要 最主要局長 你們還要跟我變了 我們只是 心平氣和 就事實 就事實來探討 我沒有質疑你喔 我只是質疑 你們市政府這樣子的一個決策過程 是有非常嚴重的道德瑕疵 是 我也跟議員做個說明 因為就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最大的受益者 還是這些拆遷戶 為什麼 因為他們 可以未來可以購買到的坪數 都是大坪數 這些都是超過現有的容積率 而且超出非常多 那也是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案子 能夠提供給他們比較好的條件 這樣我可以跟這個組合朋友說 你不要再來控制了 你們要來市政府辦法感謝爭 感謝六千條 也因為這樣才會有那麼多住戶願意來抽籤 感謝福利 所以因為就是有這些人來做公爭 你們才可以帶比較大坪數的房子 你們才可以這樣 為什麼 我們是沒辦法可以在算 因為我們就有五個人 那五個人 但是我們是用比較抽籤的 膝蓋在想說 沒這麼好康 沒這麼好康嗎 當然有想像空間 你當然是會坐牢 我們不用太多 有還是沒有 讓市民自己去判斷 因為 市政府 市政府 賣他一片 九萬幾十萬 人家現在賣 是說 我就賣不太高 我就 雙雅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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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 雙雅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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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跟市長討教一下 因為昨天我們有同仁在請教市長 市長說 這個 第嫁稅好 房屋稅好 買人要去房屋稅 以法有計 所以你不得不不這樣做 是不是這樣 我們市府這個是依法行政 但是我們也從媒體的報導裡面 看到有些縣市 譬如說台東 他就沒有這樣做 你是從90年就開始計算 台東也沒有這樣算 他是不是違法無稅 還是他違法做事 房屋稅是73年之後 台南市就沒有調 房屋稅 所以我們受到監察院的糾正 也受到財政部的要求 監察院叫你禮拜開 你就沒有在身上 你比較有在乎說 這個房屋稅是跟你糾正還是沒有糾正 不痛不癢啊 他糾正處罰的不是我 都會處罰我們財政局的托人 你的意思就是說你是違法有計 所以你是這樣做 台東他是沒有這樣做的 他是土利市民是不是這樣 不一定是土利市民這個角度啦 台東縣政府的考量這個我們不知道 那我請問你比較近的就是我們隔壁高雄 高雄也沒有這樣做啊 他應該是你的前輩啊 高雄城局市長也沒有這樣做啊 你覺得呢 他是不是有土利之險 這個如果說不動產評語委員會做出怎麼樣的決定 我認為合理合法這個我就會支持 市長我覺得這樣子的講法是不負責任 因為不管是地價評語委員會不動產評語委員會 不動產委員會啦 他不會自己提出一個方案啦 他為什麼會支持那個案子 是因為你的業務單位提出來 大家都去開會啦 你們的委員都常常常沒人推 像剛才那個都庚委員啊 常常開會 湖內的有半數甚至八成都是請人家代理 雖然法定規定他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容積移轉這麼重要的案子 這麼重大的事情 那幾個代理的就可以決定 我覺得這匪夷所思當然你 你與法有據 因為你都很喜歡與法有據 所以我感覺 市長 我們想要來告台東市長 要來告高雄市長 因為 你是依法行政 你與法有據 所以我們的明年的房屋 我們要對九十年的那個 這個古廚 中國的廚 開始把他交薪稅更加強 他們兩個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來告他 土利 你等一下證明說 你這樣做是對的 財政部 財政部已經公開 更快說明了 沒有啊 我們如果要提訴訟的話 我們需要有人 我們不 你那麼忙 我們不能邀請你去那邊當證人 但是我們可以提著 你的那個書面的東西 去當證明嘛 可以吧 因為財政部的說明是 都可以 都合乎規定 都可以 如果都可以的話 市長 財政部說 這樣都可以 這樣你為什麼就要 跟我們的民眾過不去啊 你一定要做生活 不夠普通嗎 我剛剛已經說明就是 台南市是713年之後就未曾調過 然後 別人 別人可以不調 你不能不調嗎 財政部跟監察院要求 不是啦 你人馬上要走的人 你官台要調 不然後面的人去行啊 你是怎麼就要做這個壞人 對嗎 這個所有都是為這個城市的發展 做考量 哈哈哈哈 他可以拿兩顆胃子啦 我現在我聽 胃子有夠多的啦 叫要扁駁啊 叫要扁駁啊 你台南都為這個城市的發展 你不要進來開火 為這個城市的發展 風台梯不要風替 也是為這個城市的發展 啊我現在 就是要拜託你把我證明說 咦 為什麼我明年要把你們去那罐的房子 50%去條的咧 54%去條的咧 這個也是6度最低的 這樣子大家接到地價稅 在愛明年接到房間稅 愛哲又要吃辣 所以我們想要去告城局啊 為什麼他不依法行政啊 只有賴清德依法行政啊 你將來要拚的人 就是你拚城局啊 我們幫你啊 我們幫你啊 先事先幫你來做算啊 先把他告到啊 我們跟菊姊都是在合作啦 高雄市 台南跟高雄市 啊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沒有合作呢 這個是兩個城市的評議委員 看法不同嘛 我想市長可 不是評議委員的關係啦 你那個 法甲轉彎的 就是像那個藍展的地點 一下子就轉彎了 你出國去以色列 你去以色列不是去請教 我們說 你在烽火戰地裡面 你那個古蹟怎麼樣保存 你不是去請教這個 我們也有去請教 你是去請教說 我要怎麼跟隔壁公 上廚 啊隔壁公就只有一個426而已 啊426你就 雖然公母雖然差 齁 雖然公母雖然差 這樣就能改過啦 你要走到那邊 好到那個國家 都好我們兩個 二十幾年前就要去過了 但是我兩個二十幾年前就要去 公母雖然差 這跟洪秀柱主席的看法不一樣喔 那是他的事跟我的事不一樣啊 我叫做洪玉鳳 不叫洪秀柱喔 我叫洪玉鳳 麻煩你搞清楚 雖然一樣 但是祖先不一定是一樣 理念也不一定是一樣 我們的主張也不一定是一樣 我的主張就是說 公母雖然差 一個人一個人 公母雖然差 啊你說你的一國是你的 你的什麼 我的國國426的國 我說我的國是我的中華民國 啊你在台灣國 還沒成立以前 你就不能主張你是台灣國啊 這個部分 可能我比你更優利 如果講中華民國就兩個論喔 市長你不要再跟我扯到那邊 我現在只是跟你講說 你能不能跟我們出去這樣子的一個證明啊 我們要去告他啊 我們要去告陳局啊 要去告那個黃建廷啊 為什麼 賴清德可以 依法行政 然後就拼命跟我們加稅 他為什麼沒有加稅 他就是圖利啊 他帶錢怎麼沒有圖利啊 我完全以這個城市的競爭力 為前提 我要怎麼樣發展 讓這個城市 國家還沒得到他的啦 怎麼樣讓這個城市 更進步啊 我們幫你 你要不要跟我們說好不好 要是買嗎 這個剛剛我已經說明了 因為財政部這個都已經公開 公開宣示過 財政部說 還可以這樣還可以 還可以這樣還可以 就是說 還可以蓋 還可以不蓋 這樣我們就拜託你不要蓋啊 不然你可以拆一半嘛 原先吼那個 拆一半你不用對那個 九十年的中國家把我們蓋啊 你知道蓋了 房子蓋 當然住宅要蓋啊 我們落工的朋友 他們的part time時間 薪水也還蓋 那你記得台南人是怎麼換 他的房子如果九十年以前是不用 沒有調整的 九十年以前當然沒有調整 九十年以前 九十年以後的呢 我們而且還有折價 在市場裡面是不是中古屋啦 如果是 中古屋還是新古屋啦 那個車子有新古車啊 房子沒有新古屋呢 我有在這裡幫你問 你就不爽 我就不愛 不愛 因為雖然到了 財政部說 可以蓋 可以不蓋 但是我就堅持要蓋 因為我就要走 所以我就堅持 要蓋 那個文化局長 刺坎樓很醜嗎 目前的刺坎樓的部分嗎 他很醜嗎 這是白天的刺坎樓 這是晚上的刺坎樓嘛 有很壞嗎 我們目前的刺坎文化局 整個計劃是包括成功國小 整個 而不是單一一個刺坎樓的 那在許天才市長的時代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應該有登上 美國華盛頓郵報 推薦的世界十大 最值得去 走動的風景區 你知道嗎 在褲天才的時代嗎 說到褲天才頭上的就知道了 他一直是 來到台灣 要來參觀的一個很重要的台灣的古蹟歷史景點 那就是說 他是一個 可以代表台南的一個地標嘛 他是一個歷史文化的地標 那最近呢 我們也看到了 你把這個標案標出去了 你現在是要把它握成形啦 要把它變成 我們現在是做整體的文化園區的設計 那你剛剛有提到啊 你的重點是在成功國小那邊啦 那我們也知道 成功國小的地下 是現在全台灣 唯一一座 台灣宿 他的那個地下的文物 是我們台灣 最早開發的地方啊 所以你們之前也有去試挖過嘛 也有一些文物出土啊 但是 那個文史介他們就不了解說 一樣都是有文物出土 為什麼非燕新春 他不要讓元凶做 你就能要求元凶動起來 為什麼我們這協助是我們台南市政府啊 我們堅持 為了250個的停車場 堅持 要來開發協領 協領對我來講 我想這個部分 你也很了解 基本上我們這一次的規劃設計 並不會影響到限時 所以我覺得文化團體 應該要了解清楚 局長你們要花多少錢 你們要花多少經費 我們目前這個計畫 現在的這個計畫是 大概是六億三 第二期呢 第二期的部分要看 我們未來二期 北棟教室 是否有開發 那才會有所謂的第二期 但是我看了一下預算 今年有五千萬 明年也有五千萬 就等於是一億一千萬 一億一千萬 你們就把它標了六億七千萬的案子出去 好像感覺是以小綁大 綁得很多了 議員你誤會了 現在標的是設計案 那設計公告的金額 不知道啊 那個 局長 是六億多 那你剛剛所提的是 逐年編列的 他簽約 但是第一名沒有獎金 誰要你那個獎金 當然我也要整個設計 跟鑑署 什麼人要在那個獎金 那獎金一絲絲 對他們來說靠路 而且 我們也不能講說是不是有瑕疵啦 因為 標案的老師 他是三十年來 都是接受我們台南市政府的委託 專門在研究這個地方 他三十年後退休之後 搖身一變 變成廠商 來標我們的標案 就好像剛剛那個都更委員一樣 那個精神是相同的 所以文史界他們就很擔心啊 他們覺得說 如果一個城市 我們這個唯一僅有的 僅有的 這個台灣署的一個 那個地下文物區 他的地下那個文物是很豐富的 他也是我們大湖 早期的大湖清朝的 台歐的這個文化的地區啊 其實經過我們的視覺計畫 他史前的出土的現象 是非常的少 而且他是下挖0.7到1公尺 你都會講說 我們要透過哪個委員會 哪個委員會 哪個委員會的審查 只要市政府要做的 哪一個委員會不會跟你講NO 只有台南市民會跟你講NO 是不是說刀下留人 台南市民會這樣子跟你反應 我們的委員都是非常超然客觀的 很客觀的 就副超清教授不客觀啊 副超清教授不客觀啊 他說 我不想 他不知道台南市的 這個歷史公布的 流行跑去哪裡 他們說副老師並沒有這麼說 而且很多人說 他們想不通 為了要解決停車的問題 你還給比較多台車 250個的車 開箭那麼多錢 要點我們的股子 來挖這個地下 行車中 我們目前的停車場是在目前原有成功國小的 東側已經三層樓的教室 而且已經下挖地下一層樓的 空間 局長 我覺得議員你很清楚啊 你應該是要 跟文化團體 講得更清楚啊 我幾十年前結婚的時候啊 我請人家 台南市都沒有大間餐廳啊 我請人家就在成功國小禁啊 所以我們對那個地方 是瞭解 瞭解議員很清楚啊 我想 你們的員工也會跟你講啊 我為了要看一下 赤坎樓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我那天還特地去看了 你們那個赤坎樓那個小姐 很好 他很厲害 我雖然化妝去他還是議員就認出是火了 雖然我都掛眼鏡 掛口罩他也一個就認得 很厲害 很認真 但是 為什麼 我會覺得說 一個好好的東西 你現在要幫他 上一張 你現在要把他抹地下下去嘛 要拆牆嘛 你學校 你們學校拆完之後 現在要拆赤坎樓嘛 赤坎樓的圍牆 你覺得他不是古蹟主體啊 所以你要把他拆掉 把它打開 拆掉他 要把他改地下設了 你要改地下設 那個部分是 建築師 在他視覺計畫 如果沒有地下的遺物 那經過委員會的審查通過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我想 台南市民有這樣子的疑慮 我把他提出來 當然我不能做決定啊 決定還是你跟前面那個人啊 不是我可以做決定 但是我身為民意代表 我一定要表達民眾的心聲 為什麼他們會質疑 我好好的一個插槍樓 你像我要把他拆掉他 那個插槍樓說要改怎樣 那個插槍樓要扶養 那經過家也不能改一個 要怎麼扶養 插槍樓沒多用啊 我知道 委員你也很清楚 我們過去的台港是 靠插槍樓 我們的插槍樓 那個年代是有台港 你現在都存一條八米的插槍樓 頭前幾個都點心擠 我不知道是要怎麼問 看出去 你也不能去 不可以去聽台書電 我們都不去聽他們 我們都不去聽他們 所以你不要跟我寫那麼華麗的那個文詞 你不要騙我說 有那個面海的意象 那只能夠想像而已 那我就說啦 一個夢多和一個雞尾差不多啦 不是這樣睡著就叫做夢 你也知道過期那個所在是沒有圍牆嘛 我知道 那個所在過期是沒有圍牆的嘛 老闆都這樣說啊 那就是我們的公共啊 老闆都這樣說 老闆當然你也會跟我說這個壁屍 以前不是放在這裡 對啊 那大南門那個嘛 你也知道 我從許耿修局長的時候就已經講過很多次 應該比照國外人家怎麼樣去保存這些文物 結果十幾年來 台南市政府都沒做完 所以我們這次要做啊 這次要做啊 我說十幾年 蛤 我說十幾年這個壁屍 不管他的滿文還是漢文 整個都模糊不清了 所以你現在是要把他撈下去 我們要把他放到我們未來在刺坎文化園區的文物館 這樣子才是最好的保存 我相信這張議員的生活是很一樣的 簡單的 你給我講地下室就好了 不要叫什麼文物館啦 文物館你像我們原本的文物館有很多人去參觀嗎 除非他辦活動 要不然根本不會有人去 而且我們也擔心啊 地下室是不是適合擺這些文物啦 吳議員 我們剛剛的質詢時間 就讓你這一個再講完 我們的文化界也好 我們的這些團體也好 他們都說 請市長你要珍珍惜台南 這些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 你應該當為一個 保護我們古蹟的守護神 不應該變成 文化 毀滅文化的筷子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子 我不 好啦 局長 我不知道有這樣做嗎 我想是因為 大家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今天把他提出來 我不能告訴你 你一定要怎麼樣 我只是問你說 你是要給刺砍樓為整形 還是要變臉啊 你是不是要多聽一點意見 要等這個 地下的那些 考究出來調查清楚了之後 再決定要不要做 至少你會驗新村可以的話 為什麼我們刺砍樓不行 我們中西庫真的這麼小 不一樣的事情 謝謝 謝謝 上午的大會到現在結束 謝謝 賴清德市長率領市府的團隊 以及媒體的採訪 那我們下午繼續進行 聯席審查 106年度 地方總預算 即副屬單位的預算案